视频先来关注天下 首先是关事件 欢迎回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月底会见到访的荷兰首相吕特什强调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碍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 习近平重申脱钩锻炼没有出路 吕特则指出脱钩锻炼不是荷兰政府的政策选项 因为任何损害中国发展利益的行动也会伤及自身 与此同时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北京已要求官方机构不得采购使用英特尔超微芯片 并寻求减少采购微软的Windows作业系统等海外制的资料库软体 而另一方面 华为还与中国芯片制造设备开发商星凯来合作 为一种自对准四重成像技术申请专利 这种技术能够在没有最先进 极紫外光曝光的设备下 也能够生产出5奈米芯片 中美科技战从2019年 特朗普日内开打以来至今已经有5年了 目前形势仍未见明朗 深深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与研判 在中美这场世纪大博弈当中 科技战这一局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换言之 这一局的胜负对于中美的世纪大博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而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没错 从2019年中美科技战开打以来到现在为止 弹指尖已经过去5年 而且现在还打得如火如荼 难解难分 一时可能还停不下来 那么现在整个形势呢 我觉得从宏观角度来看 可以有三个角度的观察 第一个角度我认为这一场战争呢 虽然主角是中国跟美国 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另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也就是说过去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军事的 而这一次呢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军事 但是科技的 理由呢 第一就是说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 一战从2014年开始打到2018年5年 二战如果从美国被投袭争主港开始打日本开始 1941年到1945年也是5年 那么现在呢 中美科技战也是5年还继续打下去 所以时间够长 而范围呢 也确实越来越大了 现在涉及到的美国跟中国之外 涉及到美洲 欧洲 还有这个亚洲 还有大洋洲 都卷进去了 影响范围非常大 第三呢 就是一战二战打完了之后呢 世界格局就出现变化了 有胜有衰 你比方说一战二战打完以后 英国作为一个帝国已经往下走了 那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强国 已经变成世界霸主了 所以我相信 这次类似像这个科技领域的 这个世界大战呢 打到一定程度 也会出现类似的 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 这种另类的或科技领域的世界大战 这个角度的观察是很十分新盈 值得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 问您说 从这个宏观视野看 是可以有三个角度 那第二个角度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角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攻 中国守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美国呢 很明显现在已经把中国当作是一个最主要的对手 必须要把中国打趴 不打趴 不停 所以呢 美国手里面所有的这个武器 手段通通拿出来了 有各种牌 从贸易牌 投资牌 这个贸易战 投资战 还有科技战等等 还有各种牌 包括香港牌 这个南海牌 新疆牌 台湾牌等等 那么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美国的手段 什么什么牌 好像都没什么作用 什么什么战呢 贸易战好像也没什么作用 投资战也没什么作用 所以现在呢 好像美国手里面 我认为最多只剩下两张牌了 只剩下两个手段 可以来对付中国了 是我们说美国攻中国守这样的形式 大家都看得十分清楚 但您说 美国一方已经接近五牌科大 或甚至只剩最后两张牌 这又该如何来理解呢 这就要从第三个角度来看了 第三个角度 就专门来看科技战了 科技战刚刚讲 已经打了五年 那么这个五年的过程呢 我们大概可以用这么一个形式的观察 就是此消彼长 讲得更明白一点 就是美消中长 你可以看到 开打的时候 中国处于劣势 因为美国是突袭的 美国采取这个偷袭的手段 中国是触不及防 而且确实中国那个时候的科技实力 各方面比美国差一大截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打起来非常吃力 非常被动 打得非常吃力 但是呢 短短的五年时间 你看到这个形式呢 正在出现变化 中国已经从非常明显的劣势 打到了接近平手 甚至于现在开始进入到第二阶段 中国开始反击了 你比方说华为已经开始反击了 比方说TikTok开始反击了 比方说中国政府现在开始出现的 寄出来的去美化 这个也开始反击了 所以这是第二阶段 而每一个反击都打到美国的要害 美国好像现在这个回应起来 也好像很吃力 也有点为难 那么这个趋势再继续放在下 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完全不排除到这个趋势下去 第三个阶段 美国有可能会从原来的优势 变成平手 变成可能变成进一步的 可能处于下风都说不定 您提到是华为和TikTok 具体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首先华为 华为大家最熟悉了 是吧 美国这个科技的开打 主要就是因为华为 当时的智能手机呢 已经开始凌驾在苹果之上了 美国就开始下重手 下毒手了 禁止这个高端的芯片 卖给华为 所以华为这个智能手机 一落千丈 比如2019到2020 2021的时候 那个华为这个缠得不得了 那美国以为这上就打胜了 没想到去年 华为突然间宣布推出 这个Mate 60 Pro 而且强调里面是用 5nm的这个晶片 搞得美国都搞不清楚 把这个手机拆开来 搞得这个5nm的晶片 你到底从哪里来的 偷来的吗 还是买来的 还是自己做出来等等 所以这个反击了 反击了非常的精彩 那么华为除了这个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反击 那就是对于那个光刻机的反击 华为这一传手是极为漂亮的 那么看来呢 这苹果要面临极大挑战了 而听说华为有另外一手反击是吗 对 这就我刚讲的 华为的反击呢 除了针对美国的芯片的禁令之外 还要针对美国在这个光刻机方面的禁令 我们看到最新有条消息 就是华为呢宣布跟这个深圳的一家中国企业 叫新凯来 合作推出一种专利 申请专利 这个专利厉害了 这个专利呢 就是可以不用 DUV和EUV 就是深指外方 这个极指外光光刻机 就可以用四重成像的一种特殊的技术 制造出所谓的5nm的这个芯片 所以这个呢 是一种技术上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我相信对这个美国也好 对世界各国来讲 科技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或者震撼 哦 这个消息如果属实 是否就意味着长久以来 美国费尽心思穷尽手段 在芯片制造上 把中国网斯雷达的策略 似乎要出现破口了 讲的没错 就是我刚讲的 这个华为的第二手的重击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首先首当其冲的呢 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听到的 就是ASMR 就是河南的那家ASMR 这家的世界上这个 最大的一个光刻机的设备 制造商 就专门用来制造这个芯片 必须要用这个设备 那么除了它之外 日本可以提供一部分 但主要是它来提供的 DUV EUV通常提供的 所以呢 当中国宣布这么一个 可以不利用它这个设备 就可以生产出高端的芯片的时候 它着急了嘛 因为它的主要的 这个销售的这个主要市场 一就是台湾 二就是中国大陆 那么所以它现在很担心 中国大陆可以绕过去 不要再用我这个设备 就可以生产出高端的芯片 那这个对它来讲 这个将来这个 就是不死也就丢到半条命了 那荷兰的这一家ASMR 又如何来面对 如此严峻的情况呢 那么所以它第一步 先要稳住中国市场 千万不能让中国市场丢掉 但是中国市场 又被美国给禁掉 对吧 为什么它担心 中国市场丢掉 因为中国市场呢 万一你现在接受 这个听美国的命令说 我这个光不卖给中国 按照中国过去的 种种的 这个过去的做法 它总是有办法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突破 你给它的障碍 所以有一天 如果弯道超车 或者换道超车 中国搞出一个东西 可以不用你的EUV DUV生产 不要说五奈米 三奈米 二奈米 都可以生产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ASMR就完蛋了嘛 就等于宣布完蛋了 所以它首先就要稳住它 千万不能让市场丢掉 那具体又该怎么来因应呢 除了刚才我讲 它现在设法 把这个河南的工厂 搬到法国 迂回的一个方式 希望能够 还能够维持中国的市场之外 最近大家都应该注意到 河南的首相 吕特到中国访问 跟习近平会面 我现在谈了很多问题 而且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跟光刻机 能不能继续迈到 中国市场有相关的关系 那具体到底怎么安排 我们现在当然还不清楚 将来也许会慢慢 这个新闻会曝光出来的 好 那这就是华为 在中美科技战中的反击 反击也极为漂亮 真不愧是华为 中华有为 讲得非常对 非常漂亮 首先第一手呢 就在针对美国 对于芯片 高端芯片的禁令 中国这个华为 给它打回去了 而且美国好像 没有办法 真正的有效的回应 第二呢 就针对美国在光刻机 就是设备方面的一个禁令 中国也打回去了 还有第三 就逼得美国过去的 西方的 类似科技上的盟友 河南 埃斯巴尔不得不违抗 他西方老大美国 就算是你不高兴 我现在要想办法 要不然我活不下去了 居然产生这么一个效应 所以中国连续出现反击 非常漂亮 而除了华为外 您刚才也提到了 中国的反击 还有TikTok 以及去美化 那么关于TikTok 最近的新闻也是够多了 甚至是国际版的世界新闻 是 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相关新闻 美国呢 现在在国会里面 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特殊的一些法案 那么现在基本上在中议院很通过了 参议院现在还在好人中 就是要求这个TikTok 必须在未来的六个月 就165天之内 这个出售 就是出售给美国 刚开始的一个理由呢 就是认为你这个地方 有涉及到我们美国国家安全 不放心 所以我不能让你中国来经营 你就卖给别的企业 那么后来有人说实话了 说这个这么赚钱的企业 怎么让你们中国来经营呢 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 这方面的事情 大家很关注 将来怎么发展 能面对如此绝大压力 据说TikTok的回应 拒绝出售 恐怕这也让美国各界感到疑问 美国是希望TikTok能够出售 但是呢 经过这个 周兽之就是TikTok的CEO 最近公布他们内部的讨论 的一个结论 决定不出售了 脑子不干了 脑子不卖 总可以吧 那么这个 我相信他这个决定呢 相当出乎各界 包括美国的意料之外 怎么你卖的有钱啊 你有钱都不想赚吗 对啊 卖掉至少有钱啊 而且想来还可以卖到 很好的价钱不是吗 好像是赌气 但是我相信这个TikTok 绝对不是赌气 它是有底气 它的底气就在于什么呢 你现在有1.7亿美国的人 在用我这个抖音 在用这个TikTok 你敢叫它停掉吗 然后还有300万个 这个个体户户的中小企业 也是靠我这个 才能赚钱的 OK 所以呢 你如果说 我把它停掉了 你怎么去得罪 1.7亿相当于 美国人口的一半啊 所以你这国会议员 你有这个本事去 去面对你老百姓的 这种反对的意见 或不满的意见吗 也就是说 TikTok这一招很厉害 就相当于将军 将领美国的军 将领美国政客的军 将领美国国会的军 让你骑虎难下 还有第三个反击 是驱美化 指的就是最近 中国政府下令 进入美国两大产处理器 是吗 没错 这是根据国外媒体 特别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 它最近有这个报导 说中国政府 已经有这么一个指示 要求所有政府部门的机关 还有国有企业 那么在购买电脑 或者在购买伺服器的时候 必须要避开 这个所谓这个英特尔 或者超微的这个微处理器 另外呢 在这个 还有过去的微软 那个window的那个作业系统 也尽量减少购买 包括数据库的软件 这些都减少购买 这就是我所谓的去美化 就你过去 你美国这方面 怎么造成我对你的依赖 好 我现在也开始反制了 我要摆脱对你的依赖 摆脱对你的依赖 这个去美化 真的是有点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味道了 没想到中美科技战 能打到如此激烈的程度 中方种种反击 显然也都能够打到美方要害 而美方又会做出 怎样的一个回应 这场科技战持续打下去 最后的终局如何研判 而对于中美这场 设计大波移来说 又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精彩分析 马上进入奇论古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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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